上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昕西米,欢迎收看今天台湾新华新闻 台北市长出门安家台当管长赵庆林作为现身台北车站 推广台当的往来失败 现场也喜欢冲业节化,好有民众以及各大企业 拥有国外台当農三聘,道定支持在地農业帮助台当收容 台北在文公司和台当管政府合作大力的推策到台当的農地战 台当上最好的往来失败在这里参加台北地区 在这里在着关台北站,来基本到公议基家会 台北市长出门安和台东管长老庆林 与这东西亭丁中,比较显然来喜欢到往来失败的新家会 好,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办产会 非常的漂亮,看起来非常的美味可口 谢谢,然后现场今天担任起我们台东非常有名 凤梨世家的推销员,他绝对是最佳代言人 这一次我们选在台北车站,听说进出每一天就有40万人次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人潮带动买气,让大家都能享受到台东真正好的农产品 凤梨世家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孱姓的第二种叫凤梨世家 過去呢都是出國拼冠軍的 都是每年一萬五千公噸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外銷到中國大陸 那在一年半以前呢 2020年的9月20號 中國暫時停止世家 進口到中國大陸之後呢 這個出國比賽 拿冠軍的這個鳳梨世家呢 就要回到台灣來重新 跟大家見面認識 那非常感謝捷運公司 認購狀況非常理想 所以我們農民最近每一個人都笑呵呵 就等著趕快把世家顧好 能夠最新鮮最快速的時間 送到各位訂購者的手上 為今天一開始到三月十八後 台東上有一個網來七星 將會在這次文台北站來買 今晚也表示 這次文念得到交通經濟 生涯和生活生涯的脈絡 要好好來運用空間 創作更多價錢 希望這次能協助到本土生涯 關懷的當部的各位萬民朋友 在論壇中饒慶琳 也感謝台北這次文的大吉祺 重新套位的台北這次文的串聯 將會在從這幾個消息會合成者 一家電影給台北 才訪報到 在論壇中 那 雷